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这个离家者系列 都挺开心的 有些说未信的朋友都看 都觉得圣经都挺有趣的 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信了未信的 其实都可以在里面有些交流 欢迎留言交流分享 预告一下下个星期 应该会停一停离家者系列 会讲回三代经科 因为 我都交代之前 会讲一下 我之前答应了的港道 不过我离开了 我都继续转YouTube 继续讲 这次正如上次的预告 我会讲路德 路德 上次讲了以利米纳 这次讲路德 路德也是一个离家者 路德怎样离家呢 路德是魔鸭人 跟着他奶奶 回去了以色列 其实他进了一个敌文化的地方 因为人们对魔鸭人 别说歧视 甚至有些 敌对 因为魔鸭和以色列 都不是很友善 有些特殊关系 我们看看创世纪 的记录 一个 近亲 但是有仇 就是这样 回到正题 今次 讲路德 有少少 今次采取了一个 不太同的 方法 特意 想和大家看看 这个圣经作者 如何称呼 路德 他由开头 一直到最尾 我都会尽量打些经文 因为经文很多 所以可能打不出来 一开始 圣经怎样形容 路德 路德出场的时候 就是说 纳米的两个子 取了魔鸭女子为妻 一个是 俄尔巴一个就是路德 所以 都是称呼他们 魔鸭女子 然后一直保持着 都是魔鸭女子 直到 有一个人 不是这么称呼 就是纳米 纳米 纳米称呼他是 女儿门 他两个姨父 他两个媳妇 称呼他们是 女儿门 一路 你会看到 圣经一直都很重复 称呼他是 魔鸭女子路德 其他人都说 譬如22节那里 他说 纳米和他 乙虎 摩鸭女子路德 从摩鸭地回来 到百里行 其实他不停重复 作者死怕你不记得 就是 摩鸭摩鸭摩鸭 即是说他是外地人来的 异族 甚至是一个 不太受欢迎的民族 又看下去 当老德去到 波亚仙 那些田 去拾墨水的时候 如果对这个故事熟悉的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有一个规矩 就是 有钱人 收割 不是有钱人 其实什么人都是 收割的时候 如果跌了地 就不要执 留给那些穷人去执 所以 纳米和 路德走投无路 回到百里行的时候 他们就是靠 执墨水 所以当 路德去到那块田 去到波亚仙那块田 的时候 就 圣经作者都 称呼他是 摩鸭女子 路德 他一路出去 人家 监管收割的 伯仁 即是波亚仙那些 伯仁 那些伯仁 都是说 自拦摩鸭女子 然后他又称呼自己是外邦人 但是 波亚仙和 纳米 都是唯一 exception 都是称呼他做 女儿 比如路德 后来又称呼自己是 我不及你的 一个侍女 然后 读下去 就看到圣经慢慢转通 很多时候 称呼路德 就这样路德 就没有再重复 摩鸭女子 但后来 又会 重复 这个通 就是 摩鸭女子 路德 说 例如21节 后来 交替地 称呼路德 南俄米 对义虎路德 说 到底他是什么身份 到底他是路德 是摩鸭女子 是外邦人 是疲女 还是 那摩鸭女子 他的 样貌 肤色等等 都会让别人很容易去分辨 一看就知道这个外来人 加上以前 乡村地方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譬如 南俄米回来的时候 人们都会认得他 你回来 这样 一人都会认得他 一路 圣经就是这样 我不说了所有 做ground work 就都很熟悉 一路都是 后来就变了路德 为主 去到故事结局 那里 就更加到了一个高峰 当波瓦斯 跟那个近的亲属去丢 到底 那个近的亲属 帮 南俄米这个家庭 去熟地 就是以利米勒这个家庭 去熟地的时候 要娶这个摩押女子 路德 那个人肯不肯 波瓦斯 特意这样称呼 他说第五节 波瓦斯说 你从南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 摩押女子 路德 将他那个 负面 推到最高峰 是死人的妻 摩押女子 Double Neck 对家就说 不用了 恐怕于我的产业有外 你熟了 我不熟了 然后 波瓦斯对着 长老 帮他作见证 波瓦斯 都这样 去到 波瓦斯对长老 和中文说 他取 马伦的妻 摩押女子 露德 很可怕 很可怕 其实 相当的 不可怕 提起他过往的背景 等等 直到最后 圣经就称呼他 称呼这个路德 最后最后 就是那些长老 祝福他 圣经就变回了普通的女子 圣经就变回了普通的女子 不用再死人的妻 不用再摩押女子 不用被女子 这女子 后来的祝福 圣经就变回了 圣经就变回了普通的女子 对不对 但是当他移民 他离家 去到外邦 他就要 適应一个 别人不同的目光 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摩押女子露德 过往那些 悲痛的经历 其实他为什么要离家 就是 受了一些伤害 他老公死了 所以 死人的妻 摩押女子露德 这个露德为什么会 离了一个异地 是他经历了一些伤害 来到他很不容易 才能适应到这个环境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这个正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当辣米说 你们回去吧 就是跟他们两个媳妇说 他怎样形容 俄尔巴 另一个媳妇说 看你的嫂子 回到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 你也跟着你的嫂子 回去吧 然后路德怎样回应呢 其实就是一切扭转 就是此自这个心态 亦都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讯息 路德当时怎样回应呢 他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他很想跟着那儿 你往那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那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在那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壮在那里 接着他说这句 其实是 充分显示出的决心 除非死能使 你我相离 不言怨耶 说 重重地 干佛于我 他一方面发誓 但另一方面 死是否可以令到他和娜米分开 不是 因为他之前说 他说你再那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之前有条片 我都分享过我的心情 因为我们 附近 可能 半个小时 有个坟墙 附近也有些殯儀公司 很有趣 我住在香港 都是在殯儀馆附近 这里附近有殯儀馆 又有消防局 几次香港 我之前 家里的设定 我都说笑 好像宿命 为什么会扯开了话题 就是说那种死的决心 我说我经过坟墙 看着 我在想 我会不会死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真是能够 投入这里的生活 继续留下去 其实 很自然 正如路德一样 你在那里死 我在那里死 路德很有决心 去跟着娜娥米 不是跟一阵 而是跟着 改个风作习惯 他适应一个二文化 一进入这个二文化 谁都认得他是魔法女子 谁都认得他是乙女 是不同的 正如来到 即是在香港来到 外地 我们都会有同样的经历 去超市买的食物 不同样的 你的外贸 跟别人不同 香港人去到哪里都戴着口罩 这些人已经不戴口罩了 你是 很突出的 你说的 我们都要提自己 说的 别在那里 别在那里 因为我们有时在香港 听到别人说的 不知什么话 大大大声 我们都不舒服 所以来到 我都提自己 压低声浪 别在那里 高谈阔论 要不然就说英文 那你要尽量適应文化 譬如老德 他作为一个 穷人 或者他作为一个有需要的人 他要怎样 去到别人的田间 去执墨水 这些人的文化 宗教的规定 等等 我们都要 了解认识 你才能融入到社会 但是过程里面 别人依然会觉得 你是跟别人不同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种感受 怎样去settle 在那里 可以遇见上帝的祝福 路德有这个 就是路德有这个心字 就是刚才读红色的部分 波亚斯 也是这样祝福他的 因为他投入耶和华的 翅膀底下 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最后 波亚斯 也成为了他的祝福 最后那些长老 怎样祝福这个 女生 就是 就是 愿他 愿你再以法他得亨通 在百里行得明星 这是他们的地方 最后那句很有意思 就是 使你的家 好像他马从犹大所生 法拉斯的家一般 你看回家谱 你就知道 其实原来 波亚斯 就是法拉斯的后裔 法拉斯的故事 又是看回创世纪 又是一个 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 在一个利未分的情况下 去到 生的后裔 所以呢 他去谨遵 上帝的律法 去到 异地生活 去适应文化 去高呼一些 过程 我们很多时候 信仰 如果你又说成功事学 就说 你进行上帝的话 你就 好像毛痛 顺风顺水 不是的 老德都经历了很多 的 起起跌跌 才撕掉了 这个摩押女子 老德这个名 对不对 之前都提过 莫雅人 就算去到十代 都不能入 耶和华的会 但是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去到异地 带着过往的伤痛 要重新適应一个地方 我们靠着主 总会为我们有一些的出路 甚至可以 起出幕外地 成为当地人的祝福 这里 我们知道 波亚斯 最后 路德一直生的后裔 是大位的先祖 以色列的王 你想想一个外人 竟然可以 进入对方的地方 慢慢进入 文化 进入那个处境 最后 竟然成为 王族的 先祖 更加我们知道 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所以 不要低估 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上帝的天国里面的子民 其实上帝 用得着我们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然不是 无痛的 都要经历 应该会经历的事 但我们相信 有一天 都会 自己蒙福 又成为 别人得到福气的源头 有点乱 这个礼拜 女儿开始上学 小女儿 送她出出入入 时间也不多 不是很充足的预备 希望都说得清楚明白 我一直说都觉得有点乱 因为不够时间沉添 加上今天 怎样会进入室内 就是外面下雨 这几天都大风大雨 街道只有8到9度 你叫我穿着长衣服 天气一路一路变 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相信 路德去到 伯利行 都有很多重新适应的地方 但在里面 我们 都会有恩典 分享着这么多 下次 三代金火 应该是试骗的 就 就是这么多了 刚才看的就订阅 觉得OK的 推荐给朋友 多谢大家支持 仍然有300多接近400view 每条片都 就是讲这些讲圣经 都喜出妄外的 多谢大家支持 有缘见到打个招呼 有问题有什么想法 留言交流分享 那就这样 拜拜